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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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跳客的路线 分为上路和下路 今天我们在半路的村子出发 继续走到下路 我个人认为 第二天才是整条路线的精华所在 我那天7点半给所有人早起床 就已经出发了 我想大部份通常吃早餐吃到 8、9点才出发 但真的不建议 因为这条路之后的路程超级精彩 而且你不会想 失去3点钟的车去 麗江或香格里拉 反而早点出发 你可以之后慢慢玩 这条路线 经常被人认为是十大 大经典徒步路线 是世界还是中国里面的十大 这是我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说是世界 我觉得这个世界 有很多 Hiking trails比这里漂亮 但如果你说是中国里面 那也有些可能 其实走完整条路线 我个人认为 真的很精彩 这条路 由Day1开始 到Day2的终结 整条路线是没有闷位的 它那个的landscape 是不断地变成 你走的路 又是不断地变成 每一个转弯位之后 你都会有surprise 所以这条路线的精彩位 就是这样的 有点新鲜 是不断地变成 在终结构里面 什么东西 有点新鲜 可以用终结构 一小鱼 里面 可以用终结构 有点新鲜 还有新鲜 有点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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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2個小時9點半我已經去到Tinas客棧了 右邊這個白色建築將會坐車和拿回背囊的地方 沿著橋再走多一點就會看到這個大觀景台 看到整個虎條峽最美的一面 沿著大馬路一直走這裡有兩個下路的選擇 第一個就是近一點的天梯 第二個沿著馬路再走多5分鐘叫做一線天 如果不想走回頭路最好就在一線天那裡下 跟著去天梯回上來 兩道都要給15元人民幣的 上去又15元上來又15元所以一共30元去走這條下路的 上門的攻略呢 永遠都把Focus放在上路尤其是28拐 但是呢其實我覺得下路一樣需要體能 千萬不要小看下路的路線 因為呢它都真的有很多ups and downs 有個C的 待會看到的上波的路線和一些樓梯的路線 都真是很需要reserve energy在這裡的 我們要來看見 就好看見 我們就好看見 我們要來看見 那orman的路線 接著小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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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梯路段,我们终于到了 这条天梯真的不说得少 它大约有5-10分钟的路程 听说这里应该有另一条小路 如果有贵高或者不想走这条路 都可以用另一条路走上去 我现在还有一些路程 我现在有一个路程 我希望有贵高的路程 我现在有贵高的路程 可以用这个路程 我可以用这个路程 把路程放在那里 我们可以用一个路程 收到这个路程 把路程放在那里 大约有一个路程 不要以为走完天梯就远了,我们还有15-20分钟的路程才上到顶 把袋抹下来,把袋打开 把袋 hard没起来 把袋抹起来 放着你 把袋抹起来 哇 把袋抹起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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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